张教授主张统一那个是长期他的一贯的 他也是令人尊敬的统派理论大师 那至于社会大众认为红统就是说 我们被对岸被共产党或是被对岸中共统一 那张教授的主张 似乎看起来就是我们接受对方的条件 那这样算不算红统这个社会自由公平 最近党内是不是有一股 比较希望整个稳定下来这样子的声音 所以比较支持您 我应该说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中到稳健的一个力量 那大家比较担心国民党走向极端 所以大家都希望朱立伦能够加油 2022跟大家一起带领大家 因为我们20222024我们退出最强的候选人重新执政 其实有人说如果一直超过气宝的话 有人很担心在江亚中就会当选 所以说最近票好像又慢慢的回流到江这边 有听过这样的说法 这样不是正好相反吗 谢谢